以后 招账 喝美了 不会喝酒就别选人家喝这么多酒 我刚刚跟所有的同学都喝了一杯 在心里 默默地跟他们都道了个别 虽然时间不长 还挺舍不得他们的 这份工作 总是充满了各种挑战 各种激情 我爱死这份工作了 那既然这么喜欢 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什么 你为什么 我说既然这么喜欢 为什么非要离开 你 你 因为这里有你 但是我有更重要的东西 不能失去 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 怎么心里都是划我肠子呀 你说谁人模狗样的 夏老大 干吗去 我找一下夏妍你看见她 我没看见她 她喝太多了 我得送她 你喝得少啊 赶快回去 你喝多了 我开车送你回去 等啊 我要回去跟我的运营部同事们 再喝一杯 哪儿还有运营部同事啊 都走光了都 他们真没等我 谁会等你啊 走吧 你也喝酒了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喝酒了 我喝的那是水 可以走了吗 动物园里有大会的 嗯嗯嗯 都需要死 动物园里有夏妍 一开始我出去玩 只是为了报复 你也知道我老公他 我前夫 他总是告诉我 那都是逢场作戏 玩玩而已 让我别当真 那他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但其实我挺不喜欢 那种感觉的 我明知道那些甜言蜜语 都别有所图 却还要假装去相信 这真的让我十分厌分 但自从我遇见你 你从来都不会对我说 这样的话 你只是默默地替我做好一切 无论是工作上 还是生活上 一切都为我安排得那么妥贴 而且你从来都不向我 提任何的要求 就即使我主动对你好 你也总是拒绝 只有那一次 你说你希望我离婚 那次是我喝多了 说的都是醉话 醉话也是心里话 可我当时却说 我永远都不会离婚 伤了你 伤了你是不是 你身边也没输 就那么走了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为难 我懂 你这迷迷糊糊的 你这迷迷糊糊的 你告诉我的地址 准确吗 你带回来啊 嗯 你说 女人的拒绝 是不是很可怕 可不可怕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说 你的直觉一定是错的 之前我一直觉得 即使我跟我前夫冒合省离 也要在一起 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 可是你走了之后我才发现 我和他之间只剩利益 我不想再自欺欺人 你知道 没有 我爱上你了 可是我已经回到他身边了 我们都决定结婚了 如果你真的决定结婚 我也不会让你为难 我只是想知道 你是不是也真的爱我 我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 要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 我太对不起夏妍了 我不能再辜负他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但是如果你心里有别人 却依然要选择跟另一个人结婚的话 那这样岂不是更不负责吗 可是 我只要你回答我 到底爱不爱我 开门 你女朋友 你干吗去 先躲一下心猫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有用什么 如果你可以当着她的面子拒绝我 我就彻底死心了 先别说这个了 行吗 先别说这个了 行吗 这边了 怎么办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不在家 这不是你家 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 干吗呀 打一电 我女朋友 我对她的温柔 我对她的温柔 我爱你 事情是吃了 好 你看 我已经吃了 责心了 我 很高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